最近當我們在聊美股的時候 偶爾都會帶到Tesla Tesla股價來請看 坐電動車的特斯拉 現在新煉計劃 Masks計劃可多了 平創歷史新高 在這個位置點上 現在在歷史新高 來進行百度 但殊不知 電動車的Tesla 歷史新高 重點不在車 因為電動車的靈魂 在這兒 它才是關鍵的 叫做電機驅動最核心元件 時方姐來請上來 它在電動車的靈魂 叫做IGBT 我開始念囉 大家一起試看看 來 超級難念 絕緣 札極 雙極性 電晶體 這什麼東西啦 對 其實它就是把IGBT 整個一個拆開來 取英文的第一個字 變成IGBT 也就是說I代表絕緣 G代表這個GET 就是這個閘門 對不對 那B呢 雙極 兩個 那T呢 電晶體 它是從這些的英文翻譯出來的 那目前IGBT是功率元件裡面 最先進的產品 那它用在哪裡呢 你可以發覺到 這個是一個剛剛 淚涵有一個模板在這邊嘛 但是它主要用在這裡 它放在那喔 嘿嘿嘿 那為什麼要放在這裡呢 你可以發覺到 因為呢 它要有散熱的區塊 要有所謂的 整個一個鋸電的一個區塊 所以你可以發覺到 因為你要有電嘛 所以你要有絕緣機板 對對對 那你要有端子 大家都說 大家還記得嗎 汽車的引擎要有端子 所以端子放在這裡 那因為它要有導電的部分 要讓它可以防止導電 絕緣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它是做一氣呵成 而它放在這個區塊 你看喔 IGBT晶片 是放在這個地方嘛 這一片 放在這一片 所以只有這樣一片 但是它造成了多少 科技上面來講的大融合 譬如說 我們在之前有教過MOSFET 大家還記得嗎 那MOSFET是什麼 叫做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場效電晶體 很難唸對不對 那就是MOSFET 它在輸入端的部分 加了MOSFET 它是用MOSFET這個東西 那輸出端的部分 那就是什麼呢 叫BJT BJT就是雙極 剛剛我一開始講 IGBT 那個整個一個 就是雙極的電晶的部分 那它是屬於什麼 電力電子的一個部分 所以呢 輸入端跟輸出端 一體成型 對 也就是說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不全部用MOSFET 或是全部用BJT呢 因為它們都有缺陷 什麼缺陷 因為我剛才有講 它這是雙極的意思 B這個是雙極 IGBT的B BJT是雙極性電子體的部分 它是用什麼 兩載 兩個 雙就是兩個嘛 對不對 兩個 電流的部分 去做驅動電流 那你電流很大 沒有錯 你的一個電動車 非常的棒 你的電流好強好棒 問題是 你的電流這麼大的過程之中 你的輸入端 你的功率器裡面 蒙控制器就會壞掉 耗損率會很大 所以我就開始做 這樣子的一個結合 結合之後 我就可以達到 我要的電力 但是我又不會去影響到什麼 我的輸入端裡面的 控制器的損耗力 就不能讓它爆衝 或者是太猛 應該是說 比較能夠持久 耐久 我這邊有想到 就是說我變成 我把你的驅動 本來電流很大對不對 電壓很大 我把你的開始 因為整個MOSFET 它功率比較小 我要達成 我一樣可以讓整個電動車 電力驅動上去 讓它電動車燥 但是我把它的飽和壓降低 這樣子的話 你在輸入端的部分 我們說輸入端是MOSFET 你就會抗阻 但是你的驅動的電流就很大了 讓電動車的電力 所有的順暢 而且是穩定的 而且可以開得比較久 不然你一天到晚跑修車場 瘦得了嗎 瘦不了 那就是瘦不了 所以它這部分可以達到什麼 你安裝很簡單 你的維修跟散熱穩 你又節能環保 否則你跑得快一下子就壞掉 太熱了 然後你就看到你整個一個電磁冒煙 你瘦得了嗎 不行 瘦不了 所以它就是結合這兩個優勢產生出來的 它的成長率很大嘛 對 目前來講話 從2016年到2020年 那IGBT它的年複合成長率是4.6% 但是重點是它未來裡面來講話 它的商機會高達52億 換句話說 IGBT不是只用在電動車 很多的領域都用得到它 有電的就要 真的喔 那請問高鐵要不要 要 電動車也要 對不對 那還有航態要不要 要 對 飛機只要用到電的 你都會用到 所以你可以發覺到 在這一個區塊上面 會用到的東西 我都幫你放在這裡 好 我們往下走囉 用的範圍 IGBT用的範圍 譬如說我剛才講高鐵 高鐵怎麼跑的啊 高鐵總不是吃油的吧 吃電的 電動車 還有不斷電的系統啊 那馬達呢 馬達你用一用 要不要用電 要 直流電 交流電 只要想到有電的 都是要用到IGBT 那電冰箱 洗衣機 液晶電視 數位相機 這裡面來講話 都會用到IGBT 未來裡面來講 只要有直流電 只要有所謂的一個交流電 就會用到IGBT 所以我如果說 現在所有科技商品 或者是所有的電器等等 他希望他的那個 電的流暢度能夠更穩 大概就會用到IGBT 這樣說對嗎 對 而且耐操 我剛才有講 最主要是耐操 不然的話你用一用 瑞涵你買了一個電視 不到一年你就壞掉了 你瘦得了嗎 氣死了 對 你就會氣死了 這個部分就最重要 耐用耐操 好 用了這些領域 難怪產值那麼大了 我們往下走了 那在過去裡面 大家都說 不然就是用MOSFET 當電動車 不然的話 就是用我剛才講的 BJT的部分 當電動車 那為什麼後來都不成功 一定要用到IGBT 我給大家做了這張表格 你就懂了 譬如說你的驅動方式 MOSFET是電壓 電壓 那BJT是電流 IGBT是電壓 那你說這有什麼差別 很簡單 它驅動的電路 就會變成產生什麼 這個簡單 這個簡單 變成這個複雜 史芳姐有問你 所謂的驅動 就是有點像 Power啟動的感覺 對 開關的意思 我就是開關 所以驅動 那MOSFET是用那個 電在走 不是會有壓力嗎 磁鐵這樣打 不是有壓力嗎 所以這是用電壓 那這個BJT 就是電流這樣順順的走過去 就是用它雙載電流 衝出去 然後開關 OK OK 那為什麼這個比較複雜 因為它是雙載 我剛才講雙載 它是單載 OK OK 那這個部分 它就會比較複雜 它會用非常多的 整個一個電路的部分 讓它啟動 那抗阻性呢 這個是比較高 什麼叫抗阻啊 你在發動電動車 有阻力的話 好像在踩煞車 那很難過 它會有阻力的產生 電流在跑 會有阻力的產生 那這種過程 它的抗阻性 它就變成 它比較高 它也比較高 那有沒有比較好 當然啊 當然比較好 那驅動的功力呢 可是它有很多的優勢 你有沒有發現 MOSFET有很多的優勢 可是它的功率就比較低 驅動功力所指的 應該是功效嘛 對 就是你的POWER 功率POWER 我們電動車 為什麼大家喜歡TESLA 還有很多電動車 你為什麼不喜歡 因為TESLA 你看起來像跑車 對啊 因為它的POWER 其實夠強 它那個功率大 所以它驅動功率比較低 它也比較低 它的驅動功率高 可是你驅動功率高 我剛才講的嘛 你用的是電流 你前面的控制器 會壞掉 對啊 你如果一複雜一個零件壞掉 整個的模組就壞了 對 所以它就取其中庸之道 結合各方面的優勢 所以它的開關速度 這個快 這個慢 那我取中間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就耐操 又跑得快 但是我又耐操 所以它是取中間值的一項產品 等一下 淑芳姐 可是你這個表 我一看過啊 我發現啊 你一起看喔 MOSFE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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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走到這邊喔 它是第一名耶 這個IGBT 走走走走走到這個地方 它是第二名耶 因為這個速度是比較偏低嘛 可是你沒有快感拿開起來 它這個驅動功率 它這邊也是低的啊 驅動功率低 所以它沒有快感 不夠快啊 IGBT也是一樣啊 所以它後面的端 它會給它結合BJT啊 它結合它 所以它就變成什麼 它有中庸的價值的產生嘛 所以這個地方 還要靠它來補強就對了 對 要靠它 所以它的一個輸出端 我剛才講用是用BJT 輸出端跟輸入端 它是不一樣 輸出端是那個電流 打出去的那一剎那 懂了懂了 觀眾朋友太簡單了 你看BJT是輸出端 所以我要衝的時候要強 所以驅動功率要高 輸入端驅動功率 反正流進來就不用那麼強了 就用MOSFET 對 那我就在控制 等於輸入端是在控制端 輸出端是衝出去的 那一剎 這樣子記就比較好記 不然的話其實都很學歷 那IGBT 占整個車子的成本 到底多少 為什麼重要 7%到10%一成 這樣貴嗎 當然貴啊 因為電動車 我跟TESTA沒那顆電池以後 就比較跑車電動車了 它除了電池之外 成本第二高就它 OK 它是跟電池結合在一起的東西 所以非要它不可 我剛才有講到2021年 它的產值破52億美元 那你能夠想到的 我說逆變流氣 直流電 交流電 車載充電 全部都是IGBT 那問題是 我們剛才講了那麼多 可是我給你看 IGBT只是這中間的一小塊 它還要阻絕導電 還要阻絕你的一個很多的區塊 那問題是 它電的跑的過程中 會不會過熱 會啊 所以人家說 為什麼大家講IGBT 散熱的區塊要上來的原因 就是它會過熱 所以要有東西幫它散熱 對 而且它不是一般的散熱 它必須水冷型的散熱 用水去沖它 對 我跟大家講 什麼叫水冷型的散熱 液體比熱容 是不是大於空氣 那它這樣的話就可以快速性的 你的一開始 你的交流電直流電 你的引擎在跑 熱量一產生的時候 我就快速先把你收進來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很簡單 你如果一碗麵燙得不得了 你把它放在冷水裡面 讓它降溫 跟放在空氣 讓它慢慢降溫 水比較快 但這個比較快啊 對 那因為電動車是充電的 你總不能從台北跑到台南 你裡面要充電好幾次 你不把那個電動車砸爛才奇怪 所以它可以這樣子 因此而達到截然 是啊 因為太熱就會耗電 所以最後一張 趕快來看一下 IGBT的相關概念 那我們就選了兩個IGBT 兩個散熱有水冷式 不過雙紅是明年 他們的一個股東會講 明年它的水冷散熱才會量產 下半年的血液是第三季 旺季可行 那這個也是那個大戶充碼增加 大量區間191.5不破 你就偏多操作 那這個是已經打入水冷了 所以你可以發覺 這兩檔個股 它賺的錢不比它少 可是建設可以到300多塊 為什麼 因為水冷式的散熱最難做 它已經打進去 那它 不過這家公司說 它下半年跟上半年差不多 而且股價會接高 那我覺得 你這個時間點等到出量 再來定 你決定要做多還做空 那強茂的部分是 IGBT裡面比較低價的 那因為它在之前真的業績不好 可是它有減資 請問減資是營收不變 獲利會增加 當然 因為它有減資10% 所以獲利會增加 最近法輪有買一些 減資股本變小 你還是賺這麼多 除下來EPS就跳高了 不過我要先跟大家講 強茂跟茂達的股性都很黏 大家電動車最近台灣都很黏 這是你自己操作要去注意的 大量區間26.25不破 偏多 茂達的部分大量區80.7不破 偏多 感謝鼠方姐 謝謝您 最後這一張提醒您 這兩檔是散熱的 水冷有看到嗎 這兩檔就是IGBT的概念 感謝鼠方姐特別幫您列出來 第二季的業績 我請她列很詳細 季針年針都不賴 下半年期待 尤其操作建議 開始歸納了 不要說電動車了 原來鼠方姐的第二張 第二張告訴您說 這麼多的領域 所有的都會用到IGBT 所以它是不是靈魂 當然是拔掉了靈魂 你還有命嗎 就空殼子了 所以它的期待商機都很大 但是它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所有的細節 鼠方姐講得很仔細 這張圖就不再贅述了 就是這小小這一塊 IGBT的晶片 優點輸入端輸出端 就是剛剛的特色 最後的特性比較 這個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最後就相關概念股了 希望今天我們講IGBT 雖然有點難 但是方姐謝謝她 講得很簡單很清楚 有點概念了 趕快進廣告 回到現場之後 要讓您更有概念 期展昨天我在問她了 台幣都升的那麼多 怎麼還會有七成以上的台灣廠商 認為台幣還會繼續走升 那如果是的話繼續升 你如果做外貿的 你的風險的 你的會損的 但是有人很開心 我是內區產業 我的機會看多的貨幣有哪些 看空的又是哪些國際貨幣呢 前線第二個大賭家 可似 concret地 劫上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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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誌